请监开讲译 第二十九念 二十九念 从第一行看起 苏朝广吟 尽宗金中四肆无奈之吻 深意苦心 一阵本经正写四肆无奈法界 一阵证明本经属原教 实不容悔 那么这个几句是说 李延迟大使当年 作弥陀经的注解 也是相当的艰苦 因为在他那个时代 禅宗的风气很深 对于尽宗 往往给他很亲事的眼光 延迟大使在这种环境里面 要想弘扬净土 必须要把这个章外破除 那么破除这个章外 一定要叫大众 心悦臣服 认识 认识 净土法门 于是苏朝之宗 里面引用华言 法华 这些大臣经的地方 非常之多 那么他的目的 非常的明显 是要把阿弥陀经 提升到跟华言同等 那么大家对他看法就不一样了 这个工作 如果不是真正对于尽宗 有很深的体会 有真实的功夫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那么苏朝在台湾流通的非常之广 诸位很容易能看到 这是做苏朝时代的背景 不相同 那么廉池大师 用华言 法华这些大经 证明 弥陀经 这个理念的理论 事实与境界 都跟大经 等同 把他判作原教 在中国大臣 我们讲这个大臣的原教 或者讲一臣原教 这有三部教 这是为大家公认的 那么第一部是华言 第二部是法华 第三部是凡王经 凡王菩萨结界 这是大家公认的 这个是大臣当中的大臣 殊不知 本经跟弥陀经 不仅仅是一臣原教 而且是原籍 顿籍的法文 如果不是祖师 为我们说出 我们也很不容易 认识他 黄念族居士 一苏朝一 这是根据 李延池大师的苏朝 专论本经中 四思无碍之相 黄老居士说得更详细了 徐探玄记所说 是徐次第 这个华言经探玄记 是华言经的注解 是六十华言的注解 写手大师所做的 清凉是贤手的学生 清凉注解八十华言 他的老师注的就是六十华言 那么银证经文 一名本经十居是学 这个是诸为看这个黄老居士 无量寿经的注解 他注得很丰富 银证的很详细 确确实实 是华言经上有的 无量寿经也有 六项事学 这是华言的特色 本经通通居足 于是确证本经证书原教 证明他跟华言的教义没有两样 即是中本华言 这个中本华言是 前亲彭济亲居士所说的 八十卷分量多成为大本 无量寿经分量少了成为中本 阿弥陀经分量更少了 就成为小本 这是彭济亲居士所说的 就是弥陀经 无量寿经跟华言经 这三部经完全相同 这一阵如上之说 届时真是非因尽宗先人 这望自尊大也 这个书把这个 这个无量寿经 谜桃经 提身等跟华言经平等 确实有证据 不时随便说 华言末后 一世大愿望 道归极落 而本经群行极落 道隐凡胜同归极落 故称本经为中本华言 尘有句 这个证据可以说是 任何人都不能够否定 华言到最后 归到建筑 那么底下这一段呢 介绍部类差别 哪些是同步的 哪一些是同类的 我们也要明了 本经与小本弥陀 是同步经典 是属于同一步 苏超为大小而本 文有凡解 一无胜利 一无胜利 判恕同录 换一句话说 佛说 《阿弥陀经》跟这本《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内容 完全相同 完全相同 只是文字有多少不相同 《弥陀经》说的简单 《无量寿经》说的详细 所说的是一桩四起 所以它属于同步 因此我们在受持的时候 你喜欢采取哪一个本子都好 但《阿弥陀经》短 容易念的 无量寿经长一点 实际上是一样的 没有优劣 如果我们的时间少 工作很繁忙 受持阿弥陀经就好 假如我们空闲的时间多 当然 《无量寿经》文字场 对于西方极乐世界 介绍的比较详细 所以这是任凭我们自己去选择 小本现有三种 就是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现在有三种本子 我们通常所看到的 所读的本子 是旧摩洛书大书所翻译的 另外两种 一个是唐朝水元庄大书翻译的 这个本子没有单行本流通 所以大家看的比较少 还有一本是向连之老居士的 绘集本 他把罗舍大师跟玄庄大师 这两个本子 绘合的 有这么一个本子 那么这三种本子 我们在台湾把它合映成一侧 弥陀经三仪 好看 我不晓得此地有没有 好像大拉松那里有这个本子 诸位同修如果要想看 可以写心 问那边要 或者是将来让那边的 记忆部分过来都好 秦他二仪 大体相同 稍有出入 秦也 金要流长 这个秦就是摇秦 罗舍大书翻译的 众所宗相 这是大家都以这个本子 依这个本子来修许 所以这个本子流通非常之广 唐义在准确相悲 列宝圆灭 宣装大书他是执意的 所以保持了梵文本里面的 那个样子形式都保留了 夏年居居士 借其金要 更具六朝十金 不足情谊 所移至二十一字 那么宣装 这个是罗舍大书的本子 传到现在 可以说大家都承认 这是一个定本的 但是在书北乡阳发现的石金 就是刻在石头上的阿弥陀基 那么那个经文比我们现在流通的本子 就是多了二十一个字 就现在我们这个本子没有 二十一个字差不多就是一行 是不是从前人抄金的时候抄漏掉了 这就很难讲 因为从前这个金本都是手写的 这襄阳这个金是六朝时代的 相当之古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伪造的 也相当靠靠 夏娃居士把这二十一个字补进去了 在他的汇集本里面补进去了 那么这个本子二十一个字字笛有 按相扬时经乃六朝人手术而可使者 于一心不乱之下 现在这个金本一心不乱之下 有底下的二十一个字 我们接着念这一心不乱 专持名号 以称名故 祝罪消灭 即是多善更佛的应允 就是这二十一个字 现在我们的金本上没有 要知道 古时候这个事情上 多了这二十一个字 绘本以古得意 不如此二十一个字 大有业与神教业 这二十一个字非常清楚 非常明得 教给我们修学的是专持名号 那么念这一句名号 就是经上讲的多善更多福的多应允 所以这一句实在讲的相当重要 那么这是讲的 同步的 有这么两种 另外呢 有同类的 同类是不同步的 类是 反而是提倡念佛法门的 这是于我们这个 这个无量寿经呢 就是属于一类的 反而 倡导意念佛 愿生极乐之经典 均属同类 同类里面呢 有亲有俗 什么最亲呢 小本跟无量寿经呢 都是提倡 持名念佛 那么换一句话说 如果他也是提倡 持名念佛 这就很清楚 如果他提倡是 观想念佛 观像念佛了 那就比较俗一点 也是有同类 所以以持名为亲 其他为俗 观想观像 比较俗了 底下举出几个例子 如佛说 观无量寿经 华阴经 谱心 情愿品 楞阴经 大师之菩萨 念佛原同章 往生论 安乐极 等等 同类的不少 那么第三呢 有父代寿经土 那这个文字不多 附带而说的 像这样的经典 那就要相当之多 尽宗经论好看 内在有二百四十余种 这是古人 古人常讲 给我们列出来的 已经看到的就有这么多 此内略举其要 遗漏难免 总还没有完全查查大藏经 这些重要经典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已经有两百四十多种 或者古人常讲 这个法门 是千金万论 处处只归 它地缺 是有这个四十存在 绝对不是随便说的 那么底下一段 介绍 以 会 教 是 一是翻译 以 指本经 指原一本 本经在中国的翻译 会教呢 是指根据 诸中原一 而会及教定的本子 因为 以本呢 不止一种 所以 后来 有会及 有教定 是呢 这是 本经的诸情 历代 有哪些种诸情 本经以本 自探 其宋 翻译 十二 宋云 而将 略存 而谨存 无种 这就是 以本呢 在中国 已经死里 我们所看到的目录 有十二种 所以翻译 最多 但是到宋朝以后 有七种本子 是传 还保存着五种 现在大藏经里面 有五种 但是在目录里面 有十二种 就是有七种 已经是传 那么保存下的五种 这个经名 都列在下面 第一步 是无量 清净 平等 绝境 这个翻译的最早 是厚瀚 肉之 肉之是当时 国家的名字 这个国家呢 它的半途 大概有我们新疆的一部分 另外一大部分呢 现在的 俄罗斯 在新疆的 背面 这是从前 我们多利斯 读到大肉之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是法斯 是大肉之 这个人士 沙门 这是他的学历 这是法斯 七年许 没有称三藏法斯 后来都称为三藏法斯 称沙门是非常谦虚 智鲁侠城 移于洛阳 厚瀚的首都在洛阳 所以这是翻译的人 翻译的处所 都非常的确定 那么第二种呢 这个经题比较长一点 佛说祝福阿弥陀 三叶三佛 撒罗佛 谈孤度人道经 那么这个经题 完全是凡文的英译 也称作无量寿经 也称作阿弥陀经 是五肉之 幽婆色之千亿 这个五就是三国时代的动物 三国时代动物 翻译的人是在家的居士 幽婆色是在家居士 他也是大肉之的人 第三种呢 就叫五无量寿经 曹魏 印度沙门 康僧凯 已于洛阳 白马斯 这个底下有年代 这个年代里面 大概有掉了一个字 是永江四年 这个加上 是永江 那么这个本子 在中国流通很广 因为几种疑本 以康僧凯 的本子 念起了最为顺畅 因此这个本子 流通的比较广 其余的四种 很少看到有本性本 那么第四种 无量寿如来会 这是在大宝集经里面的一份 唐南印度三藏 五体流志 翻译着 第五种 佛说大臣 无量寿 这位庄严经 这是宋朝 赵宋 赵匡 所建立的王朝 这是最后一次翻译 最初翻译的是后汉 从后汉到南宋 差不多是八百年 八百年中 这个经总共有十二次翻译 现在只剩下了五种 是沙门发野翻译的 那么后面给我们列列 这就是现在有经题 这个目录上有 经本没有了 看不到 第一个叫 五无量寿经 有两句 后汉安石高翻译的 安石高在中国佛教寺里面 是很有灯望的一个人 知名度非常之高 早期翻译 他译的东西最多 也翻得最好 翻译的文字 中国人非常欢喜 这是早期了不起的一回 毕竟死 第二种 叫无量清净平等诀 这也是两句 是曹魏之三国时代 三国时代 沙门不也已于洛阳本 这个本子现在也不在了 第三个叫无量寿经 有两句是东晋时代 沙门筑塔摩罗密翻译的 第四种叫无量寿至真等真绝经 有两句 那么这个这幅经呢 它有别名 一名要佛陀洛金 一名吉洛佛陀金 是东晋西沙门主法力翻译的 第五种叫新无量寿经 有两句东晋时代 东晋沙门佛陀霸陀 在道场寺所犯 第六种也叫新无量寿经 有两句 是宋这个都市 说南北朝时代 梁州沙门 暴云也是在道场寺翻译的 第七种也叫做新无量寿经 有两句 是宋朝寄兵过沙门 唐摩密多寺翻译 那么末后这三种 通通叫做新无量寿经 翻译的年代很接近 同时还在一个道场寺四次翻译 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能够体会到 如果是同一个版本 不可能在同一年同一个地方做三次的翻译 决定是印度传来的版本不相同 所以才会有这些事情发现 这以上年现存者总拔代事而已 从厚汉到宋是八个朝代 十二次的翻译 翻译最多的就是无量寿经 没有一步经的翻译 能像无量寿经这么样懂 这样的心深 自内出示正义 利益无边故障 原因在此 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世间 最主要的 是要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脱离融会 语言成佛道 那么出三界成佛道 最正确的方法 最妥当的方法 就是这一步经 就是持明念佛这个法 所以这是如来出世的正义 就是为这个意思 他来着 利益无量无边 宋朝 王农书居思 下面我们会说到他 他有本经的汇集本 他是第一个汇集无量寿经 而且做了一部劝导一切人 专修净土的一本书 叫《龙书净土文》 今天我们印了一张 这个念佛的方法 这就是《龙书净土文》里面的 两个小段 我把它引用出来 提供给同学们做参考 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简单 而且很有效 不费时间 两种方法 采取一种就好 这是讲到的 《龙书居思》 当年写这个劝人修净土的这些文章 集起来的就是净土文 到处去刻板流通 在《相传》里面 刻板里面 三次出世 可见的感应不可思议 他老人家当年在诗 一生到处奔波 处处都是刻这个净土文 到处尊丧 对于宣传净土宗 一生真正是不遗余力 以一个在家的去死 认真的拼命地去做 他老人家往生的时候 是站着走 这两位大使的见解几乎是相同 都肯定承认 这个经典法律文是至高无上 本经为佛多次的宣说 佛当年在诗不是一次讲 多次的宣讲 这些宣讲 这些宣讲的宣讲 在诗的时候 依照这个经典修行的人很多 这些宣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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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讲 所以这一段时间佛这次讲得很详细 佛另外讲 佛另外讲那这个详细就死了 这个详将不详细进��高alu 所以就有这种情形 因此莫兰尊者集结的时候 完全照佛当年所说的 不增不解 这么样子集结下来 所以这个语言本就有很多种 不是一个文字 语言本就有很多种 樊家写本又亦透露 我们知道古时候樊文的经典 是写在背叶上的 印度没有纸张 是用背叶写的 那个背叶有一点像我们写 台湾香蕉书一样 这个书也很宽很大 也相当厚 是很笨重的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切成长条 大概一个四五寸宽 一尺多长 这一面写四哈 两头打两个洞 用绳子穿起来 这是从前樊文的经典 相当地笨 绳子又断掉之后 很容易透露 我们中国古时候没有发明值 以前 这个文字刻在筑箭上 把筑子做成一段 也是用绳子把它编起来的 所以这个筑 我们要看筑子 那个筑子的时候 筑是什么 就是竹子编的文书 是这种形式 那么如果用不简 跟这个背叶了 还是背叶比较方便 那么这容易透露 固尽固一本 甚有差异 我们看现前这个五种一本 里面的内容 差别就太大了 从这个差别里面看 证明它不是一个原本 一个原本很多人翻译 纵然是文字 翻译的文字不同 内容一定是大同小异的 像《金刚经》有六种一本 它是一个地本 翻的大同小异 触入不会太大 我们这个五种一本 里面的触入太大太大了 所以证明它的原本不是一个 这若细旧存世之无疑 可推致当年凡家 至少有三种 这三种不相同 笔是俗句之语言反本不同 方有此一耳 可见汇集著有时有必要 因为版本的原文不相同 佛多次宣说 我们现在确确实实有把它汇集的必要了 因为我们看很多文字挺麻烦的 汇集应当仔细地叫对 哪些地方相同的 保留 不相同的 把它揭露补充进去 这样就变成一个非常完美的景点 这个就是 这是汇集文的长处 我们中国所说 积极大臣 下面呢 给我们介绍 这叫汇集文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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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诵其经翻译四种 前面介绍的是 原译本 是翻译的经本 有五种 现在再看了 列代汇集的本子 借教的本子 第一个是叫 大阿弥陀经 这就是王龙书居思 他的本子 他这个本子算是汇集文 但是他很清虚 他只是教集 教师 教阵 几个本子合起来 对照 重新编辑 汇集 重新编辑 那么这个本子 编成之后 确确实实 比原意本好 因此 他这个本子 流通 也就很广 并且收在大赞经里 那么由此刻之 这是自古以来的高僧大德 对他的本子 赞同 这才能收入大赞经 那么可惜的呢 就是王龙书居思 这个汇集 五种本子 还弄掉了一种 就是唐朝 大宝集 无量受贿 这个本子 龙书居思 没有看到 我们推想 他当年在社会上的地位 他家虽然不是很富有 生活还挺忧郁不错的 所以他才有邪呢 他不要做私 重疗静思 不做官 天天念佛 传教 干这个事情 所以家庭生活能够得去 对于佛法 有这样深的造诣 而且那个时候到处走动 他要印他的净土文 劝人念佛 走的地方很多 五种连一本 都不能完全看到 你在想的 那个时候 这个书本流通数量至少 因为那个时候 统统是舍不习的本子 流通的分量很少 不容易看到 他也甚至看到 四种本子 所以四种本子的慧接本 无量寿慧 这个本子 里面还有一些经文 非常精彩的经文 前面这个四种本子 里面还有一些经文 这就是王主寺所漏掉的 所以这个本子 不舍尽善尽善尽的 有漏实 另外这是英光大师对他老人家的批评 其实在英光大师之前 连此大师就有批评 他取识 这是很难的 取识 不胜托盗 还有一个缺点呢 有时候他把那个原文的字改了 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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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光大师 非常不在这 为什么呢 以龙书居思 改这个经文呢 没有问题 他的文章好 佛修造诣有神 他所改的 比那个原文 一丝没有病 这个修持 修持更美 可是这个例子 如果一开 后来的人要看经 看不懂 随随便便改的时候 大家都改啊 这个经传到后代啊 那就命无全非 所以这个例子 决定不能开 这是龙书居思 犯了有这个 这个错误 这是后来的大德 不以为然的地方 但是对他的本子 依然很赞叹 那个莲池大师 苏超里面 引用王龙书 就是这个本子的 这个经文的就不少 命光大师 在文朝里面 对于龙书本子 也非常赞叹 就遗憾的 他美中不足啊 这些的遗憾 第二个本子 叫无量寿经 亲菩萨界弟子 彭济亲 借教 彭济孙 是清朝 乾隆年纪人 他的父亲 是乾隆皇帝的兵部上书 要是你现在地位来讲呢 就是国防部长 所以他是一个贵族出身 当然家庭环境非常好 人聪明 童子 就中进死 中国古时候 二十岁成年 行冠仪 这成人了 那就不叫童子 如果叫童子呢 就是不满二十岁 不满二十岁 他就拿到公明了 也是不作官 是佛 在佛学里面 很有成就 他有 无量寿经的 借教本 可惜的呢 他只用一个本子 五种本子 他只用一种本子 用康僧凯的本子 把康僧凯的本子 把他解留 本子里面有些啰嗦的 他统统去掉 所以是一个本子的结教 经过他的一结教呢 他这个本子捏起来非常舒畅 那么遗憾的 就是只有一本 二不是五本 因此 也是 那一种不足 那么他的本子 在台湾有六通 单行本 没有 有连度解的本子 我们看到 无量寿经 起心论 就是彭剧才做的 经文是他接教的本子 注解是他自己做的 所以这个本子 在台湾有流通 另外 丁佛堡句子 他有一套 佛学的著作 里面有 无量寿经 前注 无量寿经 前注 采取的经文 就是彭剧清 就是彭剧清 这叫本子 所以从丁佛堡 无量寿经 前注 我们能够看到 彭剧清 这个本子 第三种叫 摩佛阿弥陀经 清朝菩萨界 帝子 承冠 邵阳 魏缘 会议 这个本子 是五种本子的 会结本 魏缘 居司 就是 魏承冠 他是 身在 清朝 咸丰 年间 咸丰 慈禧太后 就是 咸丰 皇帝 的 西宫 这个 距离 我们 年代 比较近 他有 五种本子 的 会结本 所 会结的 确确实实 比王龙叔的 比彭剧清的 要好 但是很遗憾的 也是他取舌 不够精确 也有一个毛病 改动原文的文字 这个会结跟翻译不一样 翻译自己可以斟酌用什么字 会结是依照别人的文字 确定不能改动人一个字 一定要保持原来的样子 不能随便更改 这才是一个好的会结本 所以这个本子 也有确定 印光大使 对这个本子 有 严厉的批评 在这个文朝里面 有两三篇的 所以诸位念了以后 对于现在这个本子 不要怀疑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会结本 印光大使 没有见过 这就是最后这个 佛说大臣 无量寿 光业 清静 平等 绝静 这叫民国 二十一年 夏林居居司会结的 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本子 夏老居居 也是认为 自古以来 这个会结本 都 不是善本 都有缺陷 这么好的无音 确确实实 能够帮助 末发众生 辽土生死 与英臣佛道 太重要 太重要 没有一个完善的本子 感觉到非常的遗憾 他老人家用了圣人的时间 根据五种这个本子 重新来校对 来编排 三年 他的粗稿 才完成 我们看这本经 没有多少 薄获的并不算太多 用了三年的功夫 汇集成的 汇集之后 不断的一次又一次 在兄弟 十年 这样才有定本 出来 所以我们的 英语 是无比的 殊胜 因为应光大师 对于未陌生的本子 有很严厉的批评 大家对于 这个汇集本 借教本 都不赞同 印族 在这个 近代 是大众所敬仰的 所以踏到人家的话了 别人听了的时候 没有一个不遵从的 那么这个本子 老人家没有见到 到底这个本子 英光大师 反对不反对呢 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祖师不在世了 我为了 宣扬这个版本 特地把五种 原意本 找到了 这四种 绘教本 也找到了 一共是九种 不同的本子 我把它印在一起 从前 有进头五金 那么这个 金还是五金 但是版本 都好了 我家里 一个度本 净土五金 度本 通通在里面 诸位自己 可以看 你看看 印族 对于 王龙书 对于 彭继卿的 魏明的 批评 他批评了 对不对 你原本一看 你就想 他执冲 哪些哪些地方 这种 那么看他那些地方 有缺陷的 你再看看 夏年居 这个本子 有没有 夏老居士 这个本子 每一个字 每一句都是 语言以本的原文 一个字没有改 其他那些汇集本上 多多少少都改了几个字 我一读夏老居士 一个字没有改 这个难改了 所以 不使不能汇集 应当要汇集的 汇集要谨慎 持识要确当 要精确 要妥当 这个事情相当不容易 龙叔居士 盆济 情未遇 了不起的人 做这个事情 都不能做到原本 所以 夏年居老居士 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 我们不知道 黄念居老居士 也不肯透露 我问过他 他告诉我 时候没到 现在不能说出 那么今年老居士 往生了 也没有透露出来 不过我去年年底 在麦阿密讲经 麦阿密有许许多多 奇奇怪怪的人 就是我们一般讲 有神通的人 真意先为居士 给这些人往来恒命 而这些人里面 许多是外国人 我在那边讲经 他们也来听 真意居士翻译 他翻译的还不错 那么他曾经拿到 这个夏年居老居士的照片 给这些人看 问他 夏居士是什么样的人 说也奇怪 这些人看到夏年居的照片 这个照片是书本上的照片 无量寿经进门前面 有一张老居士的照片 他看了之后 他一看 他说这个人不是普通人 大菩萨在来 他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身体全身是透明的 我们在照片上看不出来 他看到的 他全身是透明的 而且告诉曾居士 他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了 在世的时候 不肯出名 讲得完全正确 决定是大菩萨在来啊 普通人这个事情 不能做到尽善尽美 汇集得这么圆满 换句话说 超过了情人的 不是一个普通人的 这是来杜莫发主战的 我这次到北京 看看老居士的家属 看看他老人家 临终拥有什么交代 那一边 他的一些学生告诉我 下劳居士 在往生之前 曾经跟他们说过 《无量寿金》 就是他这个汇集本 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 他们听了 都莫名其妙 明明这个经本 他老人家汇集的 在中国的 怎么可能从海外传到中国呢 他说现在看起来 果然没错 他的话说对了 是从海外传到中国的 那么他又说了 将来这个经本 会传遍全世界 那么现在看看 我们做的 差不多 虽然没有达到全世界了 大概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土地 已经有无量寿星了 从这个秦世上去看 确确实实是 有传遍全世界的可能 所以他所讲的话 现在几乎都对了 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 那么这个九本呢 诸位同修喜欢的话呢 我们这边 净土无尽了 还有 大概还有一些 那明天我们带来 跟大家 说无量寿星 九种版本 统统可以看到 这是现代人的大福报啊 诸位要知道 在台湾过去 专门弘扬进土的 法师 道元老和尚 没见过 居士黎炳 黎炳南老居士 这九种本子 他见过五种 有四种 他没看到过 没有担心本的 很不容易找啊 藏经里面只有六种 原意本的五种 会计本的王龙书的这个本子 藏经那么小的字 谁去看的 没人去看的 现在我们把它通通印在一起 人手一次 九种本子摆在面前 从前那些人简直不可思议 不敢想象 这是个现代印刷书的发达 我们便利了 而且印金书的价格很低 那么也印得非常好 这是这个时代中生 比起过去 说的因缘呢 可以说是无比的殊胜 当然 也是我们善根福德 祝福菩萨 大悦 唯一神的价值 是我们能够见到 底下呢 再看这一部经的筑记 地中 无量寿经 一书 有六句 随仪朝 静寅寺 沙门 会员 传说 这个本子 在中国 算是流通最广的 学习最多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会员 名字跟庐山粗族完全相同 朝代就不一样了 会员大司是进朝时候人 他是随朝时候人 相隔一百多年 相隔一百多年 在历史上 中国佛教史上 称他做小会员 他做的这个筑记 有六句 台湾很流行 这个本子 第二中呢 也叫做 《无量寿经》 一书 这个一句 筑得很简单 筑记的这个文字 比经文还少 这是唐朝 结葬大司 所作 虽然文字少啊 但是 那个重要地方 他都把它点出来了 也很难得 这个本子 流通就很少 好像在台湾 还没有担心本流通 经营科学处 有担心本 第三中呢 是《无量寿经》 艺术文章 有三句 这是新卢沙门 锦新著的 新卢是新年载点韩国 这是在中国唐朝时候 唐朝时候 这个朝鲜半岛 有三个国家 高丽 新卢 北齐 三个国家 他是属于新卢国人 都是在中国留学的 第四中呢 《无量寿经》 《宗要一卷》 新卢沙门 袁小传 袁小大司 最近有一套 这个录音带 在台湾 这个美国 也很流行的 知道他的人不少 这是他对《无量寿经》 也很有研究 那么他有这个著作 第五种呢 是《游行安乐道》 一军 也是《无量寿经》的读解 但是他这个 不是按照经文的 完全是讲大一 讲纲要的 前面这一种 是读解经文的 也是袁小大司 末后的日本则有 《辽会》 《军地》 《道银》 《官车》 等数十种之多 《语言超》 日本《无量寿经》的读解 确实读解经文的读解 大概有 如果年后来的 恐怕有四十多种 在《万字许藏》里面 《万字许藏经》 我们在台湾 好像是印过两次 对于研究经文的读解经文的读解 所以要查经 以大政藏 收得最为丰富 收经齐全 读解少 不多 如果要研究著书呢 中国 日本 韩国 古经大德的读解 日本人统统收集起来 编在《万字许藏》里面 所以他这部《读解经》的读解 这个读解非常地丰富 所以研究教的人 研究教里的人 值得参考 那么这是读解《无量寿经》的 多半都是读解 这个康僧凯的本子 读解大经 教会本的公有五种 前面所讲的是原义本 原义本的读解 这个汇集本 《戒教本》有底下的五种 第一种《无量寿经》《起心论》 有三句 彭基钦做的 这个经本是彭基钦的戒教本 《读解》也是他做的 第二种《无量寿经》《前读》有两句 《清朝末年丁富宝》就是著作的 他的经文采取彭基钦的 第三种《佛说摩护阿弥陀经》中论 《清朝末年丁富宝》就是《清朝末年丁富宝》 《清朝末年丁富宝》 他的本子采取未远的本子 未陌生的本子 那么印光大师对于他这个著作批评很多 第四种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本子 《佛说大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浇经》 每一著 这个著作批评就写在经本上 这是李炳南老句子 我们现在送给诸位的经本 就是李老句子手写的本子 那么他写的也很工整 毛笔小凯县的 值得做纪念 所著的文字虽然不多 这个《全经》重要的地方 都给我们点出来了 非常的难得 那么第五种就是 《黄念祖老句子》注解的本子 那么这个本子前年 他把这个修改的本子交给我 我带到台湾重新作版 金灵印出来 印出来送给他 他也看到了 这是非常欢喜的一张事情 那么当时他给我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你老人家 以后要不要再改呢 他说不改 这本子定本了 我要没有时间改了 这就不要改了 所以这个本子是他终结的定本 那么第一次 前年我们在台湾印出来的 是大陆上的第三版 我们在台湾 我们在台湾算是第一版 那么现在这个本子 我们印出来 要从他从出版一直到 应该是第六版 这个定本是顺利第六版 那么这是把这个 这个注解概略的介绍的词题 那么另外 黄老就是 黄老就是 还有一本 白画的注解本 因为他感觉到 他所做的这个本子 做的有相当的深度 现在在大陆 一般度文艳文的很少 我依恐大家看不懂 所以有一个白画的本子 这个本子写了一半 他老人家往生了 大陆上他的学生家属 也不希望有人把这个本子 续成个圆满 那么就是现在这个一半 也把它印出来 最决定的这样做法了 那么我对于这部经 也讲了不少次 都留下的录音带 好像有些同修发心 从录音带上写出来的 大概也有一年中 你将来有时间 重新把它校正一下 每一次所讲的内容 都不相同 所以想留到后人 也去做一个会集本 每一次将会不一样 因为每一次的境界都不相同 所以也有做会集的必要 陌后这一段 总设明题 这就是要进入到经文了 进入到经文先要介绍经题 凡经之明题 即执行本经之要之 就像一篇文章一样 我们讲一篇文章 先讲题目 题目就是这一篇文章的总纲领 是学者因民大体 一篇经题只亏全境大义 是以天台家诸经 新社经名 天台五成玄一 第一个就是介绍经题 那么我们这次讲起 是因为本经与华严经的关系非常密切 尤其是彭基钦居士 把这一部经称作中本华严 所以黄念祖老居士 注解本经 采取华严经的方式 前面由圣门开启 把解采经题列在第九段 第十段就是讲经文了 所以华严家 鲜手家 用十条十个题目 来介绍全经的大义 比天台是要繁琐一点 但是解采当然比较详细 这是贤手中的好处 下面震慑本经明题 我们可以把它分作八个小段 一个题目分成八个小段 前面七端是别体 别是跟其他经典不相同 这题目不相同 陌后一个字是通体 陌后就是经 这经是通体 许许多多的 这个经都是相同的 前面的不相同 别体分成七端 第一个是佛 第二个是书 佛这个字 是从印度英语过来的 佛经传到中国之后 因为翻译的外形 当时造了不少的心字 中国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字会不多 翻译的时候不够用 所以造了许多心字 这个佛字是当时造的心字 没有人字边这个佛 是我们中国的古字 那么佛是人 所以用这个字的声音 旁边加一个人 所以这是佛教的专有名词 他的意思呢 他的意思呢 有自觉 借他借满 有这三个意思 那么在翻译经的体力当中 这叫寒多意不凡 因为佛险 因为佛陀这个名词里面 他喊的意思很多 在我们中国找不到 适当的意思 这个字会也来翻译 这特别造了一个字 那么自觉呢 是不同于凡夫 凡夫迷惑颠倒 凡夫不觉 佛教 这他不同于二成 摩罗汉 辟知佛 教 他自教 但是不肯帮助别人 所以叫小臣 叫自了汉 自己觉悟了 不愿意 把作人 这个不愿意 也不是完全不愿意 小臣甚至也相当的慈悲 你要去找他 他给你有缘 他就叫你 你不去找他 他不会来找你 他不主动来找你 你去求他 跟他没有缘分 他也不叫你 这是小臣 所以小臣自觉不能主动地叫他 能叫他的是菩萨 菩萨不逼你去找他 他会来找你 所以菩萨 精上有啊 叫不请之有 你不请他 他就来 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 他都来 所以他是主动把佛法送给一切众生 这个心量比摩罗汉匹之佛大的太多了 所以菩萨不同于小臣 心量大 不怕辛苦 不慈辛苦 不慈辛劳 把佛法 以种种善巧方便 推荐介绍给一切大众 这就他 菩萨虽然自觉觉他 但是没有圆满 菩萨虽然自觉觉他都达到圆满了 这圆满就成佛了 那么此地是指本司释迦摩尼佛 因为这古今是释迦摩尼佛说的 任何一个人 要是达到自觉觉他圆满了 都称作佛 所以佛法是平等的 绝对不是说只有释迦摩尼佛一个人能成佛 佛告诉我们 所有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既有佛性 都能成佛 这是佛法所讲的平等 建立在这个观点上 佛在华言 在原诀 那就说得更明白了 他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 这句话佛是不常讲的 这是真话 你本来是佛 现在为什么凡夫呢 你迷了啊 迷的是什么呢 迷摄了自己 这自己本来是佛 迷摄了自己 那么由此可知 佛的教化 四十九年给我们说了十十多多的经文 教给我们十十多多的方法 目的何在? 无非是帮助我们 恢复自己本来面目而已 本来面目就是佛 所以佛法教学的宗旨 它的口号叫破迷开我 把我们的迷惑 迷失了自信 迷失了本心 这个迷惑打破 打破之后 自己 豁然大悟 这才完全明了了 原来自己本来是佛 所以佛在大神经上常讲 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当你成佛了 你得到什么 什么也没得到 为什么呢 本来是的吧 你得到个什么 现在我们好像失掉了 失掉了什么 迷失 不是真正吃掉 将来你所得到 得到是恢复 并不是真的得到 那么由此可知 佛法吃食吃宗 是站在真实平等的立场 僧佛平等 僧佛不二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四十真相 自己从这个四十 紧离信心 所以这些信心 熟心也相信 我有佛心了 我能成佛 要相信自己 然后才相信 祝福菩萨 祝福菩萨 能帮助我 恢复自信 我虽然有自信 有佛心 但是迷了 他们可以帮忙我 破迷开我 帮忙我 恢复自信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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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地方解决 第二个是书字 书是月的意思 这个古时候 书跟月是用一个字 以后才有书心边的这个月字 古时候没有 你都能语 能语就说 学而实习之 不以月乎 那个月是书字 诞生了念月 月是喜悦 喜悦才肯书 是月所怀也 所怀就是佛的愿望 佛的唯一的愿望 就是希望众生快快成佛 现在记忆语言成熟了 这个法门大家可以接受 能听得懂 心里能欢喜 能发愿 能修行 能念佛 能往生 语言成熟了 这佛欢喜 我无比的欢喜 所以为我们说出这一部剑 佛以度身为运 今众生继数 看守尽头大法 就近泄脱 故今乐说 一场崩坏 这个是说的意思 到将来看到经文之后 你才知道佛说这一部剑 是融合的欢喜 这一部剑 就是你 你也要看得懂 你不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